第07里面的话,当然这边有个程式嘛,你把它打开来 里面基本上,我们就按,假设我今天按照的顺序是甲班,乙班,丙班,丁班,有这样的顺序 那我要用什么方式可以快速的帮我把那个,我今天的这一个 这个地方的,就是这边的那个名,这个假设我今天乱排好了 假设我今天不是,如果你比较笨的方法是怎么样 就是慢慢移动嘛,对吧,OK 但是如果你要快速的,你假设有一个规则,你希望按个按钮 全部都帮你,全部排好的话,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如果要按照笔画排序的话 OK,那该怎么,那第一个 比较简单的方法,当然我前面有讲过可以用正列的方法 你先把你的清单放在正列里面 那正列的顺序基本上就是0,1,2,3,4 一直到最后面一个,就是它会有一个顺序 不过用正列的缺点是说它放在记忆体里面 你比较看不到,所以我后来用另外一个方法 第一个,可以在假班好了 假设我今天在假班的这个工作表里面 我放个清单好了,这个清单的顺序 基本上就是我们的这个清单好了 这个清单的顺序基本上就是 我将来要放的顺序,那这个顺序呢 我是把它放在云端上面,就是这个顺序 甲乙丙滴一直到嗨班,这个顺序 那第一个,你可能遇到第一个问题啊 假设这个顺序,你希望怎么样 可以把它贴过来之后,变成一个什么 一个清单就更好,可是你会发现,你贴上去啊 假如我贴到这边好了,贴上去它会变成这样 诶,那你用什么方式可以快速的把它变成一个清单 我清单是希望怎么样,向下哦,不是向右哦 其实有比较快的方法哦 诶,不就是什么,资料里面有个什么 资料剖析嘛,剖析因为你有固定的符号叫什么 豆点对不对,那豆点的话你可以用打勾豆点就可以了 然后按下一步,下一步,按完成就好了 假班到这个后面都有了,假班一直到 所以你可以Ctrl Shift向右,把这个范围选起来 可是它是横向的嘛,对啊,那你可以把它变中向 很简单嘛,Ctrl C,然后呢,到这边怎么样 按右键,选择性贴上,用什么,转置一下,按个确定 诶,过来,OK,我们清单就有了,那当然这次顺便讲一下 有关资料剖析,我想应该资料剖析用到的机会其实还蛮 这把它delete掉,好,我们清单就出来了,OK 第一个我们有清单,我刚刚是用资料里面的资料剖析 这资料剖析用到的机会其实还蛮大的 它主要就是说,针对你要的资料去帮你把它做切割 它可能可以是一个固定的符号,或者是固定的长度 比如说你刚好一样宽,那你就会用固定了 那你可以用点的啦,其实这个用到的机会其实还蛮大的 尤其在切割资料上面还蛮管用的,OK,好 第一个,那我清单已经出现了,那我是把清单放哪里呢? 清单是放在我的那个甲班里面好了,OK,那当然 放在甲班的一个清单,那如果我今天这个清单 我再乱移好了,先放在别的地方,我希望呢,按照它帮我排列 那我要怎么排列,其实在那个开发人员里面 Visual Basic,那特别注意,如果你要去移动它的位置的话 请注意一下,插入一个模组,第一个,一样插入模组 第二个的话,插入一个程序,程序的名称的话 基本上我们干脆取名叫这个好了,这个移动工作表 底线,从某范围,某范围指的就是清单,从某个清单 我可以把它用这个名称好了,好,自然它会放大一下 工具选项撰写风格,把它稍微放到12号字好了,OK 好,那这里面的话呢,当然如果你要移动它,你要该怎么移动 那首先我们先从单一个移动来讲起,所谓的单一个移动 假设我今天希望把甲班移动到第一个的话 那这里你可能需要知道一个物件叫序茨 这个应该前面用过了,刮符呢,它会问你说 index,请你告诉我第几个,或者是告诉我哪一个 那比如说我呢,这边我打一个甲班好了 假设我今天是甲班 那你要移动的话,记得点后面加一个move 加一个move,ok 那move它会问你几个问题,请问一下,你要移动到哪里 那这个move跟前面的delete,add都一样 你后面要告诉它是要before,还是after 所以那理论上我想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我希望把这一个移到第一个的哪里呢?前面 ok 所以特别是,这个的叙述你该怎么叙述呢?move 对不对,其实move的后面请你加上什么 前面的话叫before,所以你必须加一个参数 叫before 应该很印象,before 冒号等于,指的就是说呢 前面的东西是一个参数 参数的名称我要赋予什么 告诉他,我要放在第几个 第一个,可是第一个我不知道他名称叫什么 而且第一个可能会因为移动而造成不见得每次都是固定式升班 也许甲班放在前面之后,那就变成甲班了嘛 对不对,所以怎么办呢?那我们就用1好了 第一个哦,所以你就用什么?schutz 刮壶,对不对 第几个,第一个就好了 告诉他说呢,那不然你就帮我,甲班呢,移到第一个去嘛 OK,那你就执行一下,我按F8好了,这样比较慢 执行甲班 欸,有没有发现,甲班就搬过去了 再来的话呢,那你可能要怎么?想说,欸,那我们第二个要怎么? 要把乙班带过去 所以呢,你这个,不过前提是我已经知道那个清单了 所以这个地方是乙班 对吧,OK,乙班 那这个时候的话,乙班要搬到第一个 搬到第二个的前面 对不对,所以这边应该变成2 OK,然后这样子搬过去的话 欸,乙班搬过去呢? 欸,搬过去了,有没有? 那,可视问题来了哦 这个时候你不可能说,主行自己慢慢写啦 假设有13个班级,你总不可能写13行吧 所以这里面的话,你需要 把这边变成一个回圈 那里面呢,有哪些你可能需要注意的 一,你的名称来自于哪里 这个,第一个一定是假班 第二个是乙班 所以呢,这个清单呢 那里面呢,来于一定是从假班这个工作表里面的 这个,I列 不,跟它,I欄里面的 2到14 2到14列 OK,所以呢 所以呢,你第一个如何可以去抓 所以前面我们在那个,前面阶段 其实我写一个啦 就是什么,for 回圈嘛,先抓了 for I等于 2到 14 Enter两下, next 那我要做什么呢? 我要去抓那个清单里面的资料哦 抓清单里面的资料 那,tape一下 那怎么去抓它呢? 我干脆前面再加一个x好了 这个x是先抓到,先放在x里面 那,先告诉他说 那,不过因为是跨工作表哦 所以哦,你要先到哪里呢? 先shits里面 哪一个呢? 因为我是放假班 所以你这边的话,记得就是要多告诉他 就是哦,我是放在那个假班的工作表里面的 点哦 里面的那个储存格 哪一个储存格呢? sales 瓜虎 第几列呢? 第i列的 第i欄 ok i列 i欄 这样的话呢,他就会先帮我抓假班 放x里面 对不对? 那我再来怎么样呢? Enter 那我可以怎么样呢? 把这一行呢? 把这一行有没有? 搬到这边来 把这个改成什么? 改成x就好了 有没有? 因为他第一次一定会搬什么? 假搬放在x x再放进来 ok有没有? 那就假搬 那move的话呢? 后面有没有? 这个数字你不可能永远都1嘛 那怎么办呢? 欸? 你可以配合什么? 这个回圈嘛 因为他是从2开始 欸? 相差多少? 差1嘛 那所以怎么样? 把这边如果改i的话 然后就变什么? -1 -1 比较好了 为什么? 因为他本来2对不对? 就减掉1 那不就1了? 那如果他nest 下一个变3 2 3 4 5 5 5 6